再來的話也許就是Function 或者多重判斷 也許我們先把那個多重 成績有個多重 那多重的話當然先按下去是合格不合格 可是我不要合格不合格 我要像旁邊這個 如果輸出的話改成合格不合格 那怎麼做呢 一一樣開發人員 Visual Basic 對 按下去 那剛剛的話是合格不合格 只有if、else 兩種 那如果說你要改成多重的話 幾個方法 1Ctrl C 因為這個地方結構都一樣 但是特別注意2名稱不能一樣 所以你把這個成績改為 成績叫多重好了 後面補兩個字好了 讓它區隔一下 就是不要叫一樣的名稱就可以 那後面我要叫成績多重好了 它是多重的 那再來其實範圍不一樣呢 範圍一樣 那邏輯上面的話呢 也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 多了A、B、C、D 對不對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將來你遇到的邏輯判斷是兩重的 就是合格不合格 那用這個 那將來你有時候忘記怎麼打沒關係啦 這些東西都在雲端上 或者你只要找得到把它當範本 經常打就會記起來 因為很多同學 剛開始好像會記不太起來 不過沒關係啦 如果記不太起來 你就 之前有同學是把它印出來吧 用獎益啊 然後呢 需要如果打 但是慢慢的它可能不用看了 因為它已經都背起來了嘛 OK 那再來 如果是多重的邏輯怎麼想 特別注意 其實也非常的簡單 第一個 請你把這個地方改為80 那這邊改成A 對不對 那有了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那B、C、D怎麼辦 B、C、D 特別注意 請你把這個段Ctrl、C 就是if的地方 改完之後Ctrl、C 複製 Enter一下 就跳到前面貼上 它會一樣對不對 不過很簡單 如果第二個邏輯 請你在貼上的這個前面加一個L 就是if就是第一次 elseif就是第二次 就是說呢 第二種可能性 好 那你就給它改成70 這邊改成B嘛 那第三種怎麼做 很簡單 這兩 有沒有 也就是第二個以後 都是elseif 最後一個就是else 所以第一個 可能就是 也許就有點像以前寫文章嘛 寫論說過裡面 首先 對不對 elseif是其次 第二個還是再其次 再其次 反正一直就再其次就對了 最後的話呢 就是什麼 除此之外 對不對 類似嘛 反正這邏輯 所以以後是不是可以把這個改一改 以後寫作文也可以自動產生就好了 按按按 自動產生 那其實很多東西 我發現以前考試 那個作文老師也是常常講說 你就把它當成是一個模組的話記一下 反正什麼東西都套套 反正它題目出來 又套公式 然後被一些古人說什麼什麼什麼 把它通通都進去 看起來就有那個樣子出來 其實這樣分數就不會太差了 OK 好 那這邊的話呢 其實也差不多 所以我們可以產生一個自動寫作文的那種 小程式 我應該比想像中還困難一些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貼上 第二個 其實應該用這個貼比較快 這個貼 這個貼 這個貼的話就是 應該可以理解吧 這邊的話就是多少 60 這邊就是 C 這個的話呢 就不用了 因為這裡就把它改成什麼 第一 程式寫完了 就是這樣子 多重邏輯 所以以後如果你遇到 假如你需要做那種多重的 就是不只兩個狀況 可能會有很多很多的話 記重不知道啦 反正你可以一直一直判斷一直判斷 大概幾十種都沒有問題 然後呢 中間這個地方就是它要做什麼事 當然有時候也不只是做一件事情 可能做兩件 做三件 你就一直往下寫 反正就寫在這個中間就對了 要不就是改變裡面的資料 輸出資 要不就是什麼 改變它的格式 包含就是說呢 它的字的顏色 有沒有 或者是說字的大小 或者是說呢 它的底色 或者是它的框線 都可以更改的 沒問題 就像什麼那股票 大家好像同學比較有興趣 就是股票資料 比如說什麼樣的狀況 比如你把這個範圍全部跑過一遍 然後呢 什麼樣的數值出現的話 給什麼樣的不同的顏色 底色 或者框線 那其實做法就是這個差不多了 再改一下 那剩下就是說你需要大量的範圍 範圍我們現在比較小量 因為我們現在只有指向的是哪裡呢 平均成績 這一個小眾範圍 這個小小的範圍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將來的資料是很大的範圍 可能不只這一欄 你可能是很大一個 沒關係啊 你就把這個4回圈的範圍更大 甚至呢 你外面可能還有很多不同的工作表 對不對 那沒關係 你外面再讓它知道說 你有很多工作表 那你就一個工作表全部跑完 判斷完 然後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那如果說你可能不只工作表 你還有很多工作部 檔案對不對 Excel檔案 那你就可以一個開起來 然後裡面判斷完 做完 儲存 關閉儲存 換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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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快樂有沒有 如果你有100個檔案按下去 全部都做完了 這感覺應該很棒 不然你就要開140 做140 然後你整天都在做這件事情就好了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 一個一個階段 但是我們現在只是小發 那之後如果有大範圍的資料 可以再來修改一下 可以慢慢再往後延伸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剛剛講的是二兩重的範圍 主要是這個中間這一段 那把這個地方 我剛剛是把這一段有沒有 複製貼過來 主要是修改了這個有沒有 那個邏輯 主要是這個 Elsif Elsif 最後我們來測試看看 當然一樣不免俗的就是 把這個按鈕複製一下 再到這邊貼上 把這邊怎麼樣 再多增加一個 指向多重這個 並且把它的那個名稱 變更一下 也許把這個地方改成那個 層積多重 清除一下 輸出 OK 應該都一樣 當然這個至中 你當然 現在沒有至中 不過你可以把它稍微改一下 不過你當然也可以在輸出的時候 修改它的顏色 修改它的底色 不過我想慢慢來 這個都沒有問題的 甚至修改它的框線 其實都OK的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主要就是比較重要的 改為多重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